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在看视频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姚风 那今天呢我们玩一款恐怖游戏 Parsament 腐烂 这款游戏讲的是一个人在凌晨三点当中发生的故事 好了在游戏开始之前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点一个小小的赞 没有关注我的同学 欢迎点播关注 否则看看你的背后 哈哈哈哈哈哈 Start 直接开始 哦 果然凌晨三点我们躺在床上 呃 现在几点了 看起来像是半夜三晶半夜的感觉 我的嗓子感觉有一些干涸 我没法睡着了 哎 也许倒一杯水喝一喝比较好 好的 哦 我们是穿着一个内内 我们是穿着一个粉红色内裤的妹子 红头发 首先第一步教我们如何来进行互动 Tray Intract 意见应该是哦 鼠标按键可以开灯 我们打开灯 哎 来到卧室 呃 看起来晚上去看电视吗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我们打开了电视 发现电视在开启了是应急频道紧急频道 闪着一系列奇怪的数字 我看不清这里说了什么 大概说到什么门后啊 或者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然后整个电视就已经变成了一片雪花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我这里好黑啊 我们现在点开灯 先去倒一杯水吧 打开厨房 哎 这个烤箱只能用于那个烘焙 然后这边的话也没有任何有喝的东西 呃 冰箱里没有水吗 那我们去洗手间 哎 妹子难道你也要干了这杯热箱吗 哦 妹子说我现在不需要上厕所 然后 也不需要去冲着 看起来我也不是很累 诶 妹子你可以口渴吗 那呢 诶 口渴的话我们 liksom喝点水 来来来来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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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声音 那那是什么 看起来邻居传来了 吼就是嘶吼的声音 我是不是应该去检查一下 看一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妹子你不要坐死好吗 当然第一步先去换一件衣服 哎妹子我们睡觉好吧 三晶半夜的隔壁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 你还要 什么 什么 把什么 赶快穿上衣服 我们要尽快穿上衣服 我们睡觉好不好妹子 Dress up 好好把衣服穿上吧 为什么摄影师不给我们给一个穿衣的视角呢 Shift键 按住Shift键可以让我们奔跑 啊 啊 啊 好吧 我们穿上衣服出门了 隔壁 我们看起来是19楼 18楼吗 看起来这个门锁上了 泥水机 我看起来我不渴 但是如果想喝水 17楼 这17楼上为什么有个爪痕 那它是这里吗 来来来来 先把它打开 没有信号 看起来电视已经没有信号 那是一具实体吗 我能不能不过去检查啊 看起来满墙都是鲜血 这里一定是发生过某些争斗 这是我的邻居 他看起来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 我知道他有一个丈夫 但是他的丈夫在哪里 灯已经坏掉了 这里有一些手枪弹药在里面 九发手枪弹药 还有手枪 他丈夫在里面 我找到了四发弹药 哈喽 你还好吗 这里发生了些什么 这个老男人说 请 你 你是来搭救我的吗 你是来拯救我的吗 我说 不不不我我只是想告诉 想让你告诉我 这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你 在流血 老男人说 我不是这意思 我不想 我不想的 但是他 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我没有选择 我有吗 我没有选择 难道那个女 女生变丧尸了 拜托了 你能 你能救救我吗 这个手机 已经没有信号了 我没法去报警 我说 我不明白 但是 到底发生什么 拿上这个钥匙 拿上楼上的钥匙 我已经没有办法移动了 我没有办法帮你 我 我要 我去帮你 我没有办法离开你 这个伤害 看 就是我的瘦的伤害 已经非常重了 所以 务必要帮助我 然后他就昏死过去了 哈喽 他晕过去了 看来我得快点 他老婆 他老婆 为什么站起来了 哎 哎 不会吧 他老婆消失了 刚才那个奇怪的吼叫声 那个消耗声是什么 哇 这个老男人给我们给了钥匙 我们现在16楼 我们现在需要去楼上 看起来是 upstairs go app 我们上去 这个老男人的圆花 让我们去楼上 这是啥 这里有一个elevator 有一个电梯 但是看起来电梯没有通电 我们现在 继续往过走 这看起来这个门锁了 他家的楼上 这里有一个楼上 有一个黑板 只有一个老旧的本子 他给我给了一个楼上的钥匙 哦是这 是这间屋子吗 这个红色的点是什么 什么都看不见 诶 这 这个眼睛是什么 大伙 我进来的那个门呢 怎么找不着 在这 这个窗户看起来是打开的 也许 旁边也许会有些什么 不是 我的天哪 这是太恐怖了 这间小屋看起来还是 为什么 flashlight 一个手电筒 我们捡起来吧 哦 呃 呃 呃 这个厕所里是什么呀 啊 哇 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手电筒 可以照亮所有区 难道 我们是不是 应该再去23号房间再看一下 刚才是没有光亮的 对 这就是刚刚刚所说的这个 所说的这个窗户 然后这个房间 什么会有奇怪的眼睛呢 刚才这个房间我们没有探索 是因为 哎 哎 这 这是哪里 这个房间看起来像虚空一样 我为什么走出去了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所找到的东西 号先离开 好 先把手电筒关上 24楼已经去了 24号已经去了 我们去25号再看一下 怎么 怎么整个房间充满了鲜血 好 好诡异 我觉得是不是 这个房子看起来是锁上着的 21号呢 我我我还是下去吧 嗯 go down 再下一层 锁起来了 我觉得 我们往一楼走吧 这是啥 啊 这个看起来这个楼梯已经完全损坏了 已经没法再往下走了 只能来到二层 二层的 六号 不是整个楼里面就只剩下我们自己了吗 为什么这个楼也 寄满了鲜血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有只猫咪 看起来开关已经坏了 已经没有任何事情 这个 这里 我没有办法看见楼下 我可以跳下去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是否跳下去呢 我等会 从这可以跳下去 我决定先把这几个楼层都全部探索一下才说 这个门是锁着的 啊 难道必须要从那里跳下去吗 我的天啊 这下面有啥呀 这下面一层 对 go down 我们需要下去 下面一层就可以逃出去了 what was that 那 那是什么 我听起来像是楼上传出的嘶吼声 等会 我先这里面看看 这有一具尸体 有个电脑 看起来只是某些人的电脑而已 这里面走不出去 这是一个儿童房 但是顶上已经完全被撕开了 这是啥 楼上已经塌陷下来了 我这里过不去了 那 那 我是不是走到一号房间 我就可以逃出去了 二号是锁着的 我们从一号房门 应该可以直接出去 对 这里 这是电梯 电梯 这有一些 看起来都是空着的 都是油箱 油箱里并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难道可以逃出去了 门在外面锁住了 还不会吧 继续往下走 地下室 也许有条路可以 也许有办法 想办法可以把这个 木板弄开 难道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扳手一样的东西 钉子锤的东西把它弄开 走我们再进去找找 那现在应该 应该是上去的 那从电梯呢 诶 我能不能回家 我们去 现在楼下需要找到某个钥匙 或者某个扳手一样的东西 把那个门打开 诶 为什么三号楼门被封住了 诶 之前没有吧 去三楼看看 哇 三楼上面都是些什么啊 Oh my god 它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它为什么变成一具骷髅了 三楼到底 这里一喘糟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里 这个楼花 为什么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门是锁着的 都是锁着的 食物 不能跑吗 快走 游戏结束了 感谢游玩这个demo 最终结果就是 这个楼里面出现了一个腐化的生物 然后屠杀掉了整个楼层的居民 包括我自己 然后我们就死掉了 游戏结束 看起来半夜三惊 也千万不要起夜去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还是老老实实睡觉为好 也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几点在看视频呢 有没有兴趣打开房门出去溜达一番呢 好吧 那本期由小枫带给大家的腐烂呢 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请愿推呢 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咯 嗯 大家拜拜 更多精彩视频 搜索逍遥小枫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